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他传输下去 那儒家真正有可能就中断 所以确实是儒家的功臣 他避免在国外宗教法规与环境的特殊背景下 由于三教分离所导致的中华文化支离破碎和魂飞魄散的结局 有可能做到这么一个结局 马来西亚参观了四个家庭佛堂 很受教义 因为家庭是传统儒家的主要道场 钱穆先生讲得好 他说传统中国人没有一个教堂 因为家庭就是我们的教堂 为什么说家庭就是中国人的教堂呢 最关键的是有祖先牌位 我们有祠堂 有家庙 所以中国人哪怕在千里之外 也要回家过年 回家祭祖 他这是个信仰 这是个人生信仰问题 因为有了一贯道 有了各种华人文化社团和文化宗教的教化 最终落地生根了 中国文化落地生根了 他就免于华人在外边最后脱离中华文化 他和祖宗的文化不再有联系 他避免了这么一种悲剧的发生 华人这个道卿 还有包括洋人道卿 西欧人的洋人道卿 包括印度道卿 他们谈体会 时间关系我不讲 他们只所以进入一贯道 最重要的就受他这个家庭伦理和孝道的信仰 那么由此来看 孝道和家庭伦理也是普世价值 那么一贯道呢 他起了一个概念 他在社区建这个道场 建道场 他把社区变成道场了 在社区里面有各种教学活动 各种文化活动 五年进修班教育的目标 我把它归纳为三条 复兴道德 这是一条 终身学习 大概就是学修讲办行 我这三条 那么这三条恰恰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针对 它不是知识教育 它是要执行合一的 执行合一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 其他的这几个组线呢 这些课程大同小异 各有特色 但我们在考察的时候啊 赵书记给我问我一个问题啊 我现在记得很清楚 在马来西亚 他说为什么一贯道和道亲 具有这么强烈的传教的这么一种愿力 儒家虽然入世 他的精神境界是很高的 杀身成仁 舍身取义 而大乘佛学呢 他是一种 他不是为了个人了生死 他是要普度众生 是吧 那么道家也有很高的境界 那么这几个东西分散的时候 他各有各的力量 他一旦融合 我认为他产生了一个新的心 新的信仰精神 这个精神既具有儒家 那种以天下为己认 儒家是很刚的 儒家是非常刚 刚强劲 他强了劲取 佛家呢 他有佛教这个毅力 说空 虽然空 他很超越 他很高超 很高妙 虽然空呢 他菩萨愿 菩萨精神是 如果一个人不救 他说 我要回去救人 我也不成佛 那么这两种东西 一结合厉害了 我认为他就阴阳兼备 出来了一种特殊的一个文化精神 特别有这种传道的责任感